咱们今天来说说沈德坤案 这是九十年代非常出名的一起案子 咱们从1993年3月20号说起 这天早上 辽宁府顺有个老汉叫陈培公 老陈有习惯 天天早上起得可早了出去溜澡去 这天呢 溜达着溜达着 那是什么呀 没看清楚 揉揉眼睛 再看 这什么呀 这事 就看见前面不远的路旁边 像是谁刚倒了一坨什么东西 这垃圾啊 还是什么呀 还有一只狗啊 正在那堆东西旁边 用鼻子一个劲的闻来闻去呢 他呀 也好奇 冲着那堆东西就走了过去 稍微走近一点看清楚之后 哎呀 我的个妈呀 大喊了一声妈呀 腿一伸 哭疼一下 坐地上了 还别说 他这一嗓子 在哭疼坐地上 那动静 把那狗都给吓坏了 那狗一口 吓得就跑了 这回 这老陈 缓了半天劲 这才勉强挣扎着站起来 刚一卖腿 正好啊 踢到了一东西 他踢着了一塑料袋 塑料袋里 有一个圆滚滚的东西 被他踢的 直往前边滚 哎呀 我这踢了个什么 哎呀 这一下子呀 老陈又吓得 倒在了地上 踢的什么呀 从塑料袋里啊 滚出来一颗人头 他是把那颗人头 踢的往前 出溜出溜出溜 滚过去了 这回算是看清楚了 眼前 一共有六块 被肢解之后的人体 哎呀 这老陈哪 想跑 但是啊 这腿不听使唤 立不起来 连爬带挣扎 稍微挪动了几米之后 这才赶紧站起来 撒丫子就跑 跌跌撞撞的 跑进了附近的派出所 跟民警把这事一说 警察 开着警车 闪着警灯 呜呜呜呜 就来到了这案发现场 到了现场 站在碎尸旁边 刑警队长 都感觉浑身的寒毛都竖起来了 被碎尸的这尸块 躯干呢 放在中间 大腿跟胳膊 在躯干的一侧 另一侧呢 就是一颗人头 这人头啊 那都不是完整的人头了 鼻子被削了 俩耳朵也被棋根砍了 脸上啊 也弄得乱七八糟 为什么说乱七八糟呢 因为脸皮 被凶手一整张就给撕掉了 能看见的 就是几个窟窿眼 还有就是这脸皮底下 那鲜红鲜红的肌肉 当时刑警队长 看了一眼 转过身去就想吐啊 其他的警察 这么多年了 也没见过这阵仗 心里边也受不了 最后啊 把法医叫过来 法医是强忍住内心的 这种不适感啊 做了一个初步的尸检 死者是一名女性 在死者的外音部 还有罪犯留下的经验 以及在生殖器官部位那 有一道特别深的刀痕 技术人员从现场 提取了受害者的指纹 这时候呢 还有了意外发现 在那儿啊 有一个轮胎的印记 那年头啊 路上跑的汽车也不多 汽车呢 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品牌 这么多车型 可不就是桑塔纳捷达 夏利 还有北京212级普 再剩下的就是一些 大发呀 松花江啊 这些面包车 以及客货车 所以通过这轮胎印痕 很明显就能看出来 这是一辆吉普车的 现场能够发现 和得到的痕迹物证 也就是这些了 那接下来就得查查 死者是谁 确定石原 这是破获案件的重中之重 也是最关键的突破口 此时啊 刑警们清楚的意识到 自己面对着的是一个怎样的凶手 看看他作案多狠毒 把人杀了还不算 还得分尸 分尸了还不算 把鼻子也割了 耳朵也割了 脸皮都整张的撕下来呀 这是个魔鬼呀 为什么要把受害者的脸皮 都撕下来呢 很明显呢 就是为了不让警察破案呢 不让警察查出来 死者是谁呀 接下来连续两天的时间 省电视台都播报了这条消息 得出巡视启示啊 得发动大家 一起来寻找石原呢 直到第三天 任领石原的家属出现了 沈阳百花集团家用电气厂 有个职工叫张芬 张芬的家属啊 看到了电视上播放的巡视通告 也不希望那具无名尸体 是自己的孩子 但是确实自己的孩子呀 这两天联系不上了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吧 尽管百般的不情愿 但还是走进了省公安厅 为什么到了省公安厅了呀 因为这案情太重大了呀 这案子呀 已经由省公安厅进行督办了 这张芬的家属呢 带着张芬的全部的照片 还有能搜集到的 他失踪前的全部情况 就去找警方反应去了 那年头还没有DNA比对呢呀 所以最终啊 为了确认死者是不是张芬 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总而言之 经过种种科学手段 最终认定死者 就是已经失踪将近一周的张芬 通过问询家属 也了解到张芬的大致情况 张芬呢 是一名大学生 在那年代 绝对算是天之骄子了 尤其啊 他还是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 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那是响当当的名校啊 现在人家南航 双一流高校 二一一高校 对吧 更何况是在九十年代初啊 张芬呢 毕业之后 就被分配到了沈阳百花集团 家用电气厂 张芬从小到大 学习特别认真刻苦 他的实施性格呢 比较内向 到了工厂工作之后啊 除了本厂的这些同事之外 一般呢 也不太接触外人 业余生活 就是喜欢读书 看各种各样的报刊 杂志 各类小说 各类书刊 一般情况之下 下这样的狠手杀人 未才的可能性不大吧 那就是情杀仇杀 但这么一个 文弱内向的姑娘 她能有什么仇怨呢 那不可能是仇杀呀 能有什么情感纠葛呢 那会是情杀吗 所以啊 她的死 给人们留下了一个 极其难解的难题 侦察员们 认真地找着 这张芬留下的遗物 一页一页的翻看她床头的杂志 这时候啊 有一张纸片 从杂志里调出来了 是用蓝色的钢笔画的 那是一张到她沈阳表姐家去的路线图 在这路线图的右角空白的地方 用钢笔呢 记下来一个电话号码 那这电话号码是谁的 从这儿能不能找到破获这起案件的突破口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 警方呢 开始一页一页的 翻这张芬床头上放的那本杂志 这时候掉下了一张纸片 上面呢 用蓝色的钢笔 画着去表姐家的路线图 在右边的空白处 还写着一个电话号码 还有一个名字 孙德坤 侦察员们一看 孙德坤是谁呢 让张芬生前的同事就拨通了这个电话 也是在那年头还没有几个人能用得起手机 也就大哥大呢 这电话啊 是一个公安机关的电话 一接过来 电话那头说 孙德坤啊 早就调到市公安局 黄谷区分局了呀 那你们打电话找他吧 挂了电话之后 侦察员们 又把黄谷区公安分局的电话 给了张芬的同事 让他马上再给分局打电话 这回总算是找到孙德坤了 我是孙德坤 你是谁啊 我是张芬的朋友 你认识他吗 这时候 电话那头就沉默了 沉默了得有差不多将近二十秒钟 让我想想啊 哦 我想起来了 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不过是通过几次电话 没见过面的 说完这句话 着急忙慌的 把这电话就给挂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孙德坤 跟张芬的死有没有关联呢 先不管了 这个呀 暂时作为一个线索 但最主要的 还是得继续查 张芬留下来的遗物 到了第三天 在张芬的遗物里 又意外的发现了一封信 这封信 也是写给孙德坤的 上面写着 但我却时刻 未敢将你的帮助忘怀 所以很冒昧的写封信给你 反正后面洋洋洒洒 写了不少内容 再后面 就是公司和电话号码 很明显 这就像现在大家 看到哪个姑娘 或者哪个帅哥 心里比较有意思 想去跟人要个微信 就这么个意思 那么为什么 这张芬要给孙德坤 写这样封信呢 未敢忘怀的帮助 是什么帮助呢 既然是写给孙德坤的信 为什么没寄出去 又加在了自己读的杂志里边呢 那这孙德坤跟张芬到底什么关系 了解来了解去 在沈阳啊 张芬只有孙德坤这么一个男性朋友 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 警方又综合分析了凶手的碎尸手法 尸块断面很整齐 分解非常准确 就跟做了外科手术似的 撕脸皮 再弃尸到第二现场 没留下任何的包装物 这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这凶手 具有一定的人体解剖学知识 同时还有着非常强的侦察手段 这不是一般的凶手能做到的 在通往第二案发现场的公路检查站 侦察员们还发现了一辆 具有作案可能的吉普车 车牌号是辽宁01-91306 大家如果岁数稍微大点 应该还记得最早的那车牌号的样式 对吧 那时候呢 是分上下两行 上边就是写着辽宁01 然后下边的数字 那个头要大点 写着91306 经过调查 这是沈阳市公安局 黄谷分局有意派出所的警车 那赶紧查吧 这辆车为什么没在所里呢 这一查 才发现这辆车是被抽调出去 执行紧急公务 经过严格的技术鉴定 人们发现这辆车的左后轮痕迹 磨损程度 轮胎花纹 与抛尸现场留下的车痕 完全相符 同时啊 通过技术手段 又在这辆车的后备箱里 发现了极其微量的人血痕迹 经过化验 使这起案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这后备箱里边的人血痕迹 和张芬的血型完全吻合 那时候还没有DNA检测技术 一般的就是通过血型对比 至此就能证明 这是罪犯运尸所用的吉普车 那接下来只需要调查一下 案发前一天 谁用过这辆车 就能够让罪犯险刑了 经过调查 那天晚上 唯一借用这车的就是孙德昆 至此 所有的线索全部指向孙德昆 最终啊 在黄谷区公安分局的会议室里 孙德昆被依法逮捕 那么这孙德昆跟张芬有什么恩怨纠葛呢 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张芬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得把时间往前拨几年 张芬呢 大学毕业之后不是分到沈阳了吗 在沈阳除了有个表姐之外 剩下谁也不认识 这叫什么呀 两眼一摸黑呀 哪怕是表姐家 她也没去过 就有一个标着方位的所谓的地址 但那地址也没那么详细 哎呀 我也没去过表姐家 我怎么找她呢 又没朋友 又没熟人 有困难找警察呀 于是啊 拎着行李箱 走进了有一派出所 当时这派出所的指导员就是孙德昆 特别热情的接待了张芬 耐心的把张芬表姐家的地址就找到了 这就是张芬在信里边说的 孙德昆给他提供的未敢忘怀的帮助 也正是这一次 孙德昆给张芬留下了极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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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印象 一切都料理好了就踏踏实实上班了 张芬工作生活都踏实下来 突然就又想起来了孙德昆 就给孙德昆的写了那封信 孙德昆的三十出头 别看个头不是特别高 一米六九的个子 但工作能力还是很突出的 1980年毕业于辽宁省人民警察学校 后来分配到沈阳市黄姑公安分局刑警队做刑警 1982年就担任了某派出所的副所长 1984年呢 又被调到黄姑区公安分局政治处担任人事干事 在这期间又被领导选送到辽宁大学法律系 进修了两年 1987年担任黄姑区公安分局团委书记 1988年底又被提升为了局政治部副主任 90年被派到友谊派出所担任指导员 92年9月又回到了黄姑区公安分局担任纪检室主任 张芬给孙德昆写信的时候啊 孙德昆呢就已经又回到黄姑区公安分局了 还是派出所的人收到信 又专程派人把这封信送到了分局 交给了孙德昆 孙德昆事业上一帆风顺 也就有点飘飘然了 张芬呢又这么热情 这孙德昆也就动了心思了 俩人呢就开始了私下的交往 有一天呢 正好赶上孙德昆在公安局值班 张芬一推门就来到了他办公室 张芬这次来找他到底有什么事呢 为什么最终闹到了分尸惨剧这样一个结局呢 说案子之前呢 来说今天的两件大事 一个是吴谢宇在今天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 吴谢宇被执行了死刑 另外一件大事呢 也是发生在今天 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重庆姐弟坠亡案里面的两名犯罪嫌疑人 张波和叶成臣 同样是在今天被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 对他们执行了死刑 行了 接下来说回咱们今天的案子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这天呢 孙德昆正在上着班呢 突然办公室的门一推 张芬就走进来了 孙德昆一看见张芬进来 还挺开心 他愿意给张芬办事 一来在这女人面前显示显示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社会地位 二来呢 他一感谢我没准 我就能是吧 得手了 所以啊 孙德昆 沏好了一杯茶 推到了张芬面前 怎么了 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吗 没事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这个大好人 孙德昆一听 这事有门啊 俩人热热乎乎的 可就聊上天了 一聊就是两个钟头 这时候 站起身来 张芬就准备走了 临出门的时候 问了孙德昆一句 我寄给你的信 你收到了吗 啊 是这封吗 孙德昆说着 从抽屉里边 拿出了那封转过来的信 递给了他 我不知道是你 因为你的名字 用的是英文缩写 但我猜啊 一定是你 只能是你 我相信自己的感觉 孙德昆一边很温柔的 对张芬说着话 一边用眼睛死死的盯住张芬的脸 张芬呢 倒也不回避 我想你会猜出是我的 这叫心灵感应 说完了 哎呦 脸上还有点红 顺手把那封信又揣进自己兜里了 其实张芬呢 其实张芬呢 也真有事 想找孙德昆 想让孙德昆帮着调动一下工作 把这心思跟孙德昆一说 孙德昆有嘴滑舌的 就回应张芬 领导直纳大纳 我愿意笑全马之劳 行了 你啊 赶紧写下来 写上你想去的所有的地方 张芬在纸上写完以后 抬起头来 看着孙德昆 你今年二十几了 成家了吗 听人家说 警察难找对象 整夜整夜的不回家 其实啊 我觉得你们 才真正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是英雄 真的 哎 没有 还没顾上成家呢 无产阶级 只有解放全人类 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吗 再说了 茫茫人海的 知音难寻啊 我理解你 我也愿意接受你 那 让我们做 永远的知音吧 这叫什么 这叫表白啊 你看人张芬这表白啊 多动人 多婉转 多文雅 孙德昆一听 巴不得呢 紧紧的抓住了张芬的手 芬 谢谢你 说完了 捧起张芬的手背 吻了一下 轻轻的吻了一下 这一下 更给张芬留下了好印象 人家不像那些毛头小伙子 对吧 猴急的 恨不得这时候上去 赶紧就开始抱住了 人家不是 很优雅 那一回见面之后 俩人可就开始 频繁的约会 一会儿逛商场 一会儿喝咖啡的 一会儿逛公园的 反正挺好 直到有一天 这俩人啊 去逛北陵公园 已经是晚上了 最终 这孙德坤 情难自已 想着和张芬 来一次实质性的接触 结果呢 是吧 就顺利成章了 从那以后 俩人就一次又一次的 发生关系 可以说 张芬对孙德坤的爱 已经到达顶峰了 这时候啊 张芬就提出要求 既然咱们俩已经恋爱 这么长时间了 我们结婚吧 什么仪式都不用办 咱们直接去领个证 我只需要 一个法律上认可的 妻子身份就够了 到了这儿了 话到这份上了 孙德坤啊 脑汁都疼 之前咱不说了吗 孙德坤跟张芬说 还没有解决个人问题呢 到这儿 要领证了 孙德坤 不得不交代实话了 哭腾一下 跪在张芬面前 哎呀 芬 都是我不好 我从一开始就骗了你 我 我 我早就结婚了 张芬一听 乌雷轰顶啊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骗我 因为我实在 控制不住我的感情了 我太爱你了 我事已至此了 张芬呢 已经沉迷在 在这段感情之中 无法自拔了 最终张芬留下一句话 我非你不嫁 我等你离婚 从那儿起 孙德坤找了一个借口 三天两头的 就让自己的老婆孩子住在丈母娘家里边 九三年三月十八号 张芬下班之后啊 又来到了孙德坤家 俩人呢 先坐床上看了一会儿电视 然后就起里咔嚓了 起里咔嚓完之后啊 这张芬又向孙德坤提出来 你赶紧离婚 我要做你名正言顺的妻子 一边说着一边哭 这时候孙德坤呢 是越来越害怕 哎呀 怎么办 我就是想跟他游戏一场啊 他这假戏真做呀 这这我我不行啊 再这么下去 这得出大事啊 得捅大娄子呀 这时候张芬也终于意识到 孙德坤对自己并没有真感情 不过就是为了得到自己的身体 为了和自己玩玩 张芬呐呐哇哇的 可就开始哭起来了 孙德坤也越来越害怕 如果真把他惹急了 最后他来一个同归于尽 把这事大白于天下 那我不就完了吗 正好这张芬也生气 屋子里边有一把羊角锤 拎起来这羊角锤 轻轻的打了孙德坤后背一下 你你缺德 然后把这锤子啪叉又扔到地上 接着哭 好家伙啊 找着物件了 这孙德坤弯腰拾起来 这羊角锤运足了力气向着张芬的脑袋 棒棒棒三锤子就砸过去了 这三锤子下去张芬就晕死过去 孙德坤还怕他死的不彻底呢 把张芬拖到厕所里 又用绳子勒住了张芬的脖子 这时候张芬呢 又醒了过来 大喊了一声 孙德坤两腿一软瘫在地上 随后咬着牙接着勒 就这样 张芬瞪着眼 死在了自己最心爱的男人手下 孙德坤随后把张芬的尸体拖进了他家的菜窖 每到夜深人静 就拿着刀到菜窖里边 把张芬的衣服扒了 扔进家旁边的小盒里 然后拿刀把张芬的头搁下来 耳朵也搁了 鼻子也搁了 他呀 根据他在警察学校时候学的那些疑难案例 凶残的撕去了张芬整张脸皮 还把张芬的头发也剪短了 再根据学过的解剖学知识 精准的把张芬的尸体分成六大块 装进塑料袋 又套上一个编织袋 塞进了借来的吉普车后备箱里 加大油门 开着车向腐顺方向而去 他呀 还带着一把铁铲 曾经想找个地方 把那尸块给埋了 但当时 尽管是冬去春来 但是啊 这土地还没解冻呢 实在是下不了铲子 只能把碎尸扔在路边的空地上 把包装物呢 扔在了回来的路上 他想着 把现场弄得支离破碎 这样 警方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侦查线索 但最终 他还是失败了 1993年9月4号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孙德坤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孙德坤不服 提出上诉 1993年11月中旬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宣判 维持一审原判 1993年11月9号上午9点半 孙德坤在沈阳北郊刑场被执行死刑 2013年重阳节前期 云南省惠泽县人民法院做出了一项专题调研显示 这几年呢 除了多数赡养纠纷在家族村委会调节解决之外呢 诉讼到法院的赡养案了 成逐年的上升的趋势 赡养案件了 他的成因除了经济贫困 父母子女的感情差 子女的法律意识淡薄 老人分家 稀产 存在不公 和子女之间的相互推诿等因素之外 还出现了子女外出打工无法赡养老人 导致留守老人无人赡养 还有子女年老 无力 赡养等原因 2013年7月1号起 实施的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 各位老铁 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 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 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2003年9月28的晚上 云南省的惠泽县人民法院 三名法官在执行贵真老人与他的儿子 胡正良的赡养案的过程当中 遭遇到了胡正良暴力抗法 致使一位年轻的法官殉职 另一位法官重伤 贵真被确诊为轻伤 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呢 就听我给大家讲述一下 在云南省惠泽 有个地方叫做姑娜 怎么样 这个地方好听吗 这个名字 在这个仪族这个语言当中的 意思是黑色的巴子的 这样的一个意思 姑娜镇是国家的贫困县 是一个惠泽当中最贫困的乡镇 地处滇川两省交界的乌蒙山的腹地 境内群山连绵 十多年前 在这个贫困的乡镇 39岁的胡正良 因为不愿意履行 赡养父母的240斤大米 而选择了用刀伤及他人 那个时候呢 胡正良的小女儿小鹰啊 只有10岁 对于他们家里发生的事情 她说 我不明白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 为什么总是吵架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到秋收的日子 法官就要帮着奶奶到我家收骨子 我不明白 为什么爸爸要杀死法官和奶奶 我不明白 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之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仇恨 在这个他老爸被抓走之后啊 小鹰啊 一直都是哭啊 这个小鹰永远都忘记不了 2003年9月28号那一天傍晚发生了事情 怎么回事呢 那天晚上六点多呀 三名法官带着贵真来到了胡正良的家中 向胡正良要240斤的赡养大米 这起赡养案呢 早在五年前就已经审结了 但是胡正良呢 一直啊 他不把这个执行 就是不把这个结果执行 所以呢 贵真呢 就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前几年呢 法官来的时候啊 都是一无所获 这是法官第五次上门了 当时呢 正值秋收大忙 胡正良那家呀 刚刚收了上千斤的骨子 屋里屋外呀 到处堆的都是 听法官说 又来执行赡养案了 胡正良的态度 出人意料的好啊 经过了商量 他答应了 用这个240斤的稻骨啊 折抵240斤的大米 当天晚上是7点多钟的时候 天呢 就黑下来了 其中一名法官 叫做王光环呢 他打着一个手电筒 就给贵真照明 老人呢 就拿着口袋呀 在这个院子里撑骨子 看着婆婆撑自家的骨子 胡正良的媳妇淑敏呢 开始哭闹起来了 就喊到了 要是拿走的话 我和孩子就不活了 诶 正是因为这个儿媳妇啊 这个淑敏的哭喊声 让胡正良也转变了态度 根据后来这个法庭庭审记载说 趁执行人员不注意 胡正良从自己的家中 拿出了一把杀出刀 向执行法官王光环的右肩 胸腹部猛刺 之后 又对准执行法官 傅逼案的胸部 和双上肢连刺竖刀 此后啊 由于他老妈贵真的喊叫 他竟然冲上前去 朝着自己的亲生的母亲 贵真的腰部 也刺了一刀 案发之后 双手沾满鲜血的胡正良 携带着杀出刀 仓皇的逃离了作案现场 王光环呢 因为伤势过重 结束了年仅27岁的生命 傅逼案被确诊为重伤 贵真的损伤程度 达到轻伤 此后呢 在警方的权力搜捕之下呀 逃到惠泽县 老厂乡 白沙村的胡正良 于10月2号晚上6点钟 落入法网 次日被执行逮捕 据得知这个胡正良杀了法官呢 村里人都表示 这非常震惊 太不可思议了 他们不明白啊 胡正良平时不是一位 穷穷极客的人呢 虽然和这个母亲 有些矛盾 但是 他还不至于起这个杀人之心 为什么 他会为240斤的骨子 操刀 捅死了执行法官 并砍伤自己的亲身母亲呢 被抓获后的胡正良毫不犹豫的说 儿女应该赡养父母 我当初也说过这句话 天经地义 可是父母不公平 土地不分给我 原来这个贵真夫妇啊 共有三儿一女 胡正良呢 是家中的长子 早在1983年 贵真夫妇就将自己的土地 分给了四个子女 因为女儿远嫁到湖南 贵真夫妇就将女儿的地 留下来自己耕种 这就引起了 胡正良的不满 他认为呢 赡养老人的首要条件 就是父母将所有土地 分给子女 父母自己没有收入 才能要求子女赡养 可是贵真夫妇啊 不愿意把仅剩的土地 给分出去 胡正良呢 一再强调说 他不赡养父母 是因为贫穷 我家里现有的土地 一家四口都吃不饱肚子 哪里还能 有赡养父母的粮食呢 案发之后 这个贵真的小儿子也说 在农村不会手艺 又不会经商 不可能富裕 但是也不至于 连赡养老人的粮食都没有 我二哥离婚之后 外出打工 将孩子交给我父母照顾 我今年已经31岁了 仍然没有结婚 虽然是分家读过 有时也在父母那里吃饭 大哥以为 我们都在沾父母的光 所以他不想给父母粮食 按说呀 这个胡正良啊 在兄弟三个当中呢 文化程度最高 在当地同龄人中 也属于有手艺的 为什么他拿不出 这区区的240斤骨子呢 胡正良说呀 两年前他的生活 发生过一次重大的变故 两年前 胡正良因为财迷心窍 借了8000多元的高利贷 到外地啊 做传销 结果呢 被人家给骗了一个金光 这就给本来贫困的家庭 雪上加霜 此后 胡正良家的日子 就过得紧巴巴的了 据胡正良交代说 案发当晚呢 法官们来执行骨子 家里刚刚收回呀 一千多斤的骨子 再也不好推说没有骨子了呀 这个胡正良就只好答应啊 让他们撑 但是妻子在法官面前是又哭又闹 这让胡正良心里很不知滋味 恰好当时候天很黑 而且还有一心冷 胡正良呢 进屋穿衣 发现了别在门上的杀猪刀 于是就起了杀心 村里的老一辈人都说呀 胡正良之所以不赛养父母 表面上是因为家里穷 而实际上呢 是他与自己的父母啊 这个恩怨由来已久了 虽说桂真一家生活呢 不富裕 但是桂真夫妇 对长子胡正良的教育 其实很重视 他们让另外三个孩子 在家里挣公分 却让胡正良读完了初中 还送他去学了一门修理钟表的手艺 可是就在胡正良学成的时候 他与父母的关系 却发生了变化 略有一些文化的桂真 喜欢看一些风水占卜的书 不仅如此呢 他还请人算命 结果算命先生说 胡正良会克父母 这一下子桂真慌了 他提出要与胡正良分家 可是胡正良不同意 按照这个村里的习俗啊 子女结婚是不分家的 何况当时胡正良只有19岁 在桂真的坚持之下呀 最终啊 这家呀 还是分了 按照家里六口人平均下来 胡正良一人应该分得66帐的土地 但是桂真呢 还是多给他分了30多帐地 说是给未来儿媳妇的 就这样 19岁的胡正良 独自住在了老房子里 桂真夫妇带着其他的儿女 在山下另盖了新房 自此呢 胡正良与父母的关系 就开始疏远 1990年呢 胡正良娶了媳妇淑敏 他与父母的关系 就更加疏远了 后来呢 胡正良夫妇有了自己的一双儿女 这期间呢 胡正良为了土地 跟父母产生了秋分 原来 胡正良从家里分出去之后 多分的30多帐的土地 一直由父母上缴 公粮和提留 1986年到1997年 这个期间呢 桂真夫妇呢 为胡正良交了11年的公粮 后来 父母几次与胡正良交涉 胡正良都不愿意自己交这份公粮 于是 在1997年 桂真呢 要求胡正良将多分的统地 给还回来 迫于这个家族的压力啊 胡正良极不情愿的 就将种者的地 割了15丈 还给父母 而他与父母的矛盾 也就升级了 1999年 桂真夫妇 以赡养为由 将三个儿子 一起给告上了法庭 经过这个承办法官的调解呢 胡正良答应每年 付给父母大米240斤 油10斤 肉10斤 燃料钱50元 二儿子呀 每年付给父母的生活费 480元 三儿子呀 每年付给父母的生活费呢 900元 虽然接受调解了 但是到了这个收割季节 胡正良却不愿意履行 240斤大米这个赡养的义务了 无奈之下 每一到这个出售的时候 桂真呢 都得去找这个法庭来执行 惠泽县人民法院执行案件的 卷宗里 清楚的记录者 1999年 胡正良 基本履行 赡养义务 2000年呢 法官执行的时候 胡正良 已经将骨子转移 用一头 100多斤的小猪 给这个 抵了这个骨子 2001年和2002年 胡正良啊 因为拒不履行判决 分别被拘留过15天 2003年 因为240斤骨子 就酿成了这样一幕 惊天的血案 2004年3月5号 惠泽县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 就判处这个胡正良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之后 胡正良提起上诉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终审 驳回胡正良的上诉 并且依法签发死刑执行令 6月19号 胡正良被执行了死刑